銀行人家說過銀行是有錢的 在你有錢的時候勉強遮一把傘給你 到你沒有錢的時候 到下雨的時候他收回一把傘 還要脫掉你的衣服讓你懶病 你不走出第一步 你是永遠不會有第二步的 就好像Tony那樣 19歲找過五百萬 少年得志 可能未必好笑 很嚴重的 告訴你 很嚴重的 那時候的飄飄然和你的成功感 會帶給你一個 你覺得自己是天才來的 我們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做義德生活 義德生活八貨 為什麼呢 在義德道住 出入馬會 早上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笑 對這份工作不是做零售 是對我現在的工作 還是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道 好 回到第二節星期二得道 我們忘記了說日子 因為 我們今天錄音的時候是6月19日 出門是21日 說回羅湾書店的林明基 其實他真的很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情況 以往中共是會暗殺他的 沒錯 一定會暗殺他的 但是現在因為 資訊科技世界 真的 動手就十億八億人看到 中共也沒有辦法 不敢沒有這個風險 為什麼呢 你好像天安門 二十七年前 當時那個通訊設備 這麼落後的時候 他膽敢在北京殺人 現在被他做多次人 沒有人敢這樣做 鄧小平翻生 都不敢殺人 我告訴你 看那個地方在哪裡 最近廣東沒有兩個高官死了 離奇死了 他們肯對那邊 因為他們可以 所有的媒體封鎖了 在香港做不到 其實我們可能不知道 每天都有官跳樓 自殺 還有剛剛有一個駐法大師 那個車禍 那個車禍 車禍 那個是有機會 因為 有些網友提供 他是中國的改革派 不知道會否因為政見不同 又或者怎樣 就被人謀暗殺 他們是隔派 沒有辦法 中國的底下太黑了 逢親你那些意外 很多時候是人為 是啊 你根本說真的 你自己做 已經沒有人相信你 是 我們說回 林榮基出來爆大禍 將他那個 開了記者招待會 否釋一切 然後 昨天就開始 李波 因為他在城市花園住 在法國 有記者去訪問他 他當然是否認 因為 坦白說 其實林榮基 都有點擺他上台 因為李波 現在的人生 還未脫離危險期 他還是被人夾住 你隨時有生命危險 李波當然要出來說 說保障他 不是的 因為上面不高興 你這樣說話 我一分鐘被人再夾上去打一頓 不是的 他老婆子女都還在城市 一個換一個 你在那裡 那個人再上去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李波很蠢 他應該借這個勢爆大禍 你上去那些人 就安全會下來 因為你爆了大禍之後 他們一定要解釋 你為何還有人在上高 但是現在你害怕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家人的話 你爭論 如果你老婆 老實說 老婆也好一點 死了就換個個 可以娶一個 男人最開心三樣東西 沒錯 但是他現在還未發達 告訴你三樣東西 一定要跟著步驟 事實上都不可以 你不如說說 男人有三大樂事 第一是發達 第二是死老婆 第三是娶妻 但是千萬不要未發達 就死老婆 因為老婆跟你熬 所以是很嚴重的 千萬不要 當然大家都是開玩笑 因為我們都不要 希望你發達後才死老婆 如果發達後才死老婆 其實真的挺快樂的 這樣人家有了錢 你的選擇多了 不過現在你說 開始 好像近這兩天 就是全面 全面性 去抹黑 就由香港01 星期五 跟東方日報帶頭開始 香港01 阿星星島 香港01 香港01 聽到他在家裡 偷聽到 偷聽到 他 有塗色糾紛 東方日報 當日頭條 他的頭條就是 他於他現在在香港爆大禍 就沒有理他的女朋友的生命安全 是 是一個負心的人 是 從那時候已經將他人格抹黑了 到現在一直下來 最新的就是 昨天他的女朋友都出來說 不停是這樣 你負心的人 你欺騙了我 各樣東西 其實就將他這件事 已經成了事實 他沒有辦法 只能夠抹黑他為人 人家謀生 沒錯 我們如果暫在中國人罪 說什麼呢 民族大義 就一定要重於兒女私情 女朋友這些事情 很簡單 三個水可以換成另一個 所以是完全可以放棄的 因為站在這個民族大 不是 他情操給高sir 我都說了 他那一出事 我就說了 說了中文西韓 生命性可貴 愛情價格不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泡 這個 正正就是現在這個人為人的人格 高尚到不得了 沒錯 他現在為自由 歌唱歌 愛自由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我們看回這件事 現在發展到的局勢 就是他們已經是沒有辦法 唯有就是將他人格謀殺 星島日報 昨天就首先說 專訪叫呂波 和張志平 就說他是說謊 然後李波本人出來 Paul Lee就出來說 其實李波本人都不是出來謀殺他 只是想保障自己 因為 我有人在上面 大哥 你沒有 我有 你不要這樣搞搞死我 所以人家說了 成本我低一點 是啊 即是 喂 你上面的女兒 隨時人家罵她 你都不用最多留兩滴眼淚 我那個老婆 我又未發達 不死得 然後還有兒子 最重要是兒子 老婆也算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都是理解李波的那個處境 但是喂 我反而反過來想一件事 用你一個角度想 為什麼香港還有一些人 像你看那些 你說你看那個什麼 《司律涼壇》那些 或者你身邊都有一些港豬 很多的 那些還覺得 對呀 你犯了一犯 其實那些不是港豬 那些是典型的中國豬 為什麼呢 我可以說 其實中國是有很多 這類的生物 他們在豬圈裡面被人圈養 當有人提出要拯救這群豬 要令到他自由的時候 這群豬是會奮起他 喝奶的來咬你 要襲擊你 要保護他那個主人 因為他 那個主人是逃場的主人 因為他離開了一個舒服地帶 那種舒服地帶 因為他被人 從小時候被人公書那種思想 你一出生 你就絕對被人吃 你是你的天職來的 你是供應食物給人類的 那如果是誰來救你呢 是破壞你的那個規律 破壞你的生命規律 其實是我們香港的教育 其實是中國共產黨 和台灣 我讀中文中學大的 他們我們看台灣書 當時的貨盤 他不停灌輸給我們 就是八國聯軍 如果不是因為中國政府 不要理會哪個政府 我們身為中國人被人欺負了很久 所以現在我們強大 包括以前在香港讀書那班人 他們都是這樣的 即是有個謊話說了幾十年 我都相信 早幾年才開始 原來說不是的 就是 原來在衛星和月球 望來地球 就看到萬里長城的 唯一一個建築物 其實到現在 你這麼狠狠 你怎麼看到呢 神經病 飛機飛高一點 飛機通常在上高 對流層大約是三萬尺 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中國太空 但是當時我們小孩子讀教科書 一定是這麼說的 也跟你說 我們中國五千年文化 有信史也不夠三千年 怎樣 何來五千年文化呢 其實正常是三千多年 有信史 是由印相開始才可以叫做信史 夏朝也不是 夏朝也不是 夏朝是虛構的 因為他說夏襄州 我們最第一家讀中國歷史 唐如夏襄州 唐如夏襄州 其實夏朝以前的 根本上就不是信史 那是傳說來的 因為那時候 那個資訊又不傳遞 我怎麼知道你 沒有文字紀錄 夏朝其實是沒有文字紀錄 而且你是一個皇帝 你說你是皇帝 可能根本是你是一個遊長 你只是一個堂口 四八九來的 你在那區裡橫行無忌 不代表你去別處可以惡 而且我又不知道 你可能是一條村的村長 然後就說他是皇帝 所以這些是很依稀的 但又是這樣 我們從小到大 都是給這些洗腦 你說什麼 昏睡百年 國民自眉 所以徐小明 徐小明就回到大陸 其實很多套都是這些 甚至今時今日的梁小龍 在大陸還可以做 因為做陳真 上身了 曾經在廣東電視台 早七八年前 他都六十幾 還要開陸陳真轉 第二集 即是續集 給他做 已經老到沒有牙齒了 梁小龍一樣做 你說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利用到這個民族主義 是最廉價的 亦都是最好統治一班漁民 對 那你變成你不需要想 因為我們追根索源 主要就是因為大陸的信仰崩潰 他本來由信奉共產主義 到改革開放 那時期已經是開始醒過 都知道以前騙人 什麼叫共產主義 根本做不到 去到後期江澤民掌權的時候 將中共全面可以走 他的三個代表 資本家入黨 即是 比以前更離譜 黑魯曉夫說的修正主義 你現在資本家入黨 共產黨就是鬥到資本家 你讓資本家入黨 即是允許撒旦 加入天主教股 那有分別嗎 這是一樣 所以是不可能的 你的信仰是真空 對於一個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本身的信仰崩潰的時候 他就要希望 凝聚一個外國主義 來維繫一些人 即是台戲 你一定要有主軸 口號 即是現在的人說 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打倒共產黨 都是口號來的 反清奉命 正如魏小寶 即是周星馳那套話 反清奉命 和阿里陀佛 都是一個口號來的 你的目標 是要找一些 比你蠢的人 去催眠他 所以我幾反對 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聽另一個網台 聽到說 有人跟我 一種想法 就是 經常叫小孩子 你聽教 你要乖 聽話 聽教不要緊 不要聽話 我跟有時候朋友 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說 你不要這麼執著 我說不是的 那些小孩子 你真是聽話 小孩子 就是因為不聽話 才有現在的科技 如果當年 那個叫什麼 蓋茨 聽話 沒有現在微軟 全部 所有科技界的具備 全部都不聽話 都不聽話 兼且學校都不讀 如果個個 像你中國人 那樣想法的話 這個世界 中國人不就是抄IPhone 只能夠做假事 開一些狠得機 口字 哪個狠 什麼 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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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我在西安 我認得上的 很多不同的 不是他一間無牌 他沒有牌 沒有一間 但是很多其他 用同仁的東西 不停地無牌 是 那順便不如說 這些無牌的東西 同勞灣書店 這件事 因為 補充一下 昨天下午 有個大遊行 因為大安 他搞網聚 我們就沒有去遊行 因為預先答應了 沒有理由去掉底 我們去了大安 他那個形式 我覺得 都值得學習 即是 我們以後都不想搞這些 只是一個吃的 一個網聚 因為我覺得 大家吃飯 吃飯 都會浪費生命 反而 我們做一些 類似左膠 最流行的小組討論 那就最好了 比如說 十個八個 太多人其實很難 你有時問不到那麼多 還有 你說話 有時出席的嘉賓 不敢放膽說 十個八個 可能會深入 一些討論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可能的方向 就搞一些 可能十個八個人的小組 認識的聚會 大家多一點 多一點 深入一點交流 喂 講完 我們轉一轉話題 因為 剛剛迪士尼 就在上面 開幕 這個叫做 普世的 什麼 晚中期待 一個普世價值的樂園 降臨了一個中華大地 你怎麼看 我想問你 有一個朋友 他告訴我 全世界的迪士尼 去雲西 每一個國家的迪士尼 跟美國都是一樣的 他都不會說 要有當地文化的 日本的迪士尼 那些老鼠不會穿和服出來的 但是 迪士尼 因為看到中國市場大 跪低了 這個叫做 骨質疏鬆 現在美國為了進入大陸市場 很多 特地加段片 埋人名 突然間 一兩分鐘 找一些大陸女明星出來 講兩講 好像范冰冰 范冰冰也有 李冰冰也有 總之是冰冰也有 Angela Baby也有 他們一向都是這樣做 變成了 他們覺得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們本身 要做中國人的生意 那他們 賺中國人的錢 但他們兩個是 win-win的 什麼冰冰 Angela Baby 提升之明度 提升之明度 堅持在兩大陸做任何事情 我們昨天在網上說 國際巨星 可能有一兩樣去輸 沒所謂 他們很多人 中國人 到現在大陸頂級的明星 全部都是商品化 全部都有人跟他計劃好 怎樣做 怎樣搞上市 其實是用你個人 所以全部有自己的製作公司 有自己的品牌做 現在你范冰冰也有 李冰冰也有 趙薇更加不得了 連台灣他們那個環珠格格 趙薇有千個周星馳 可能環珠格格 那個林森如 製作公司已經在大陸 拍過兩套已經破壽事 早幾年 好像是因環轉 不是不是因環轉 傾世王妃 美人心計 這兩套是 是橫掃整個大陸的 當時 他賺了錢 接著再回遣回台灣 拍一些台灣低成本的 十六個春天 好像是十六個春天 很低成本 他就回去自己出錢 在那裡鬥鬥一些愛情小品劇 回來做 其實這些我都很正常 講真的 這些其實是人類都要做的 所以就佩服劉德華 大陸找到錢 哪裡找到錢 我回來未 資助那些 當時的香港製造 香港製造 那些 那些 其實這些是應該的 貴社會 你這樣講 我問一個問題 你拆牙吃早餐 你要拿出來講 不用講的 只不過現在 中國人不做這件事 所以特別要講 就是 如果外國明星 他們賺到錢 他們會做到慈善公益的事情 根本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像麥當娜 也不說女權 是做錢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 對 這些就是人家的價值觀 但是今次你講過米奇 做過金的米奇出來 因為網友 但米奇是製造Fantasy給小孩子 一家大小 土豪金 現在變成 做個土豪金 不過這樣 我說過我對上海開迪士 我告訴你 跟細博一樣 當年細博開了 我也是去上海出差 我告訴你 我死也不去 第一 太多人好逼 排中國管要十個小時 人生不太多 只有十個小時 進去看LED 說真的 對於我來說 中國管理的細貿 你那些東西有什麼好看 是不是 你華強北 多東西在你 沒錯 你排十個小時 是不是瘋了 你沒有腦 我另一個看法 就說 你開了之後 我們可以安心去日本 去美國 去其他地方 見不到你了 不是 你搞錯了 現在香港的迪士尼少人 大陸包 又回頭了 近那些 現在全部來 他說來香港最舒服的 不用排隊 近期的 開始多幫人 因為你去到上海 排隊排那麼久 上海物價不便宜 還有 貴過 不是便宜 貴過一定貴過 入場費 計算香港 一定是 但飲食比香港 對 吃鐵飯 100元 一定貴過 還有 我告訴你 上海比香港熱很多 濕熱 我試過有一次 在紅橋機場 拿著手機 然後開APP出來一看 42度 我還截圖 然後我回到香港 一開一看 32度 香港好像冷氣一樣 32度其實也是熱的 不過我這樣說 上海的潮濕 和香港的環境相似 但它比香港還濕 所以 它無論夏天和冬天 都很辛苦 我覺得他們那裏 扮演員 尤其是穿到米奇 那裏 辛苦了 42度 我告訴你 上海的迪士尼 你請我都不去 西加冰 真的很辛苦 而且它的設計 因為大 變成你要走很多路 香港就小 變成你去到 那個環境會令人舒服 和你短一點 還有一件事 我預言的 三年後 至四年後 過了任意潮 上海一直是來 一定蝕大本 跟著香港一樣是旺 我也這樣看 他試不試 我不知道 但香港一定會旺 為什麼呢 人是崇優的 其實我們剛才都 我都說了 其實 那些人說我們香港人 歧視大陸人 才不是 其實大陸人自己歧視大陸人 你試一下 你找一個北京人 或者上海人 見到一個貴州來的朋友 你要怎麼看 其實呢 北京 上海 廣州 甚至乎廈門 廈門人都歧視其他地方的福建人 他本身是廈門人 他歧視其他地方的福建人 重慶城都一樣 他們的生活文化是 他覺得你們來到他搞亂 他們喜歡喝茶 他們喜歡打麻將 他們喜歡有空無事 坐在那裡吹水 他們很優惠 我愛很多廣州朋友 一說起 那個撈頭又下來 戲飯 撈頭這樣 每提親 外省廣東以外的人 他們叫撈頭 撈頭很尊重 為什麼呢 因為要撈鬆 即是撈鬆 老兄 撈鬆 即是老兄 就變成撈鬆 因為廣東人講普通話不正 就變成撈鬆 撈鬆就演變成撈戲 那這些呢 基本上廣州人的 講粗口多過什麼 每一句都加過窗口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給我兩分鐘 講上海迪士尼的問題 不是人的素質問題 是共產黨有一個很不好的 質素 因為他本身呢 我們過關和重要時日 所有關口 一定有部裝甲車在那裡 有駕駛的AK士尼7 見到 我問你 上海如果開一間迪士尼 這幾天已經出現了 入場啊 只要安檢 兩個半小時以上 我問你 你再大節日一點 量一點 怎樣可以有辦法 你排隊排那麼久 還沒有人來 這是第一 第二裡面消費季 第三 你本身比地方大 骯髒 你監管不到位 因為你本身呢 任何的迪士尼 迪士尼都是大股的 是唯一中國這個迪士尼呢 迪士尼是小股的 所以實際持續的那個呢 就是大陸 所以大陸呢 根據他們的規例呢 他就不理你 從來合資的 做著什麼都可以吃完的 是 一樣 第四 我告訴你 上海其實很多主題公園 是 最出名的當然是我們廣東品牌 歡樂谷 是不是 重慶都有 武漢都有 武漢就一定有 重慶我不知道有沒有 歡樂谷 你去過歡樂谷 就知道它的方便 還有它的刺激性 和安全度是很高的 你沒有聽過歡樂谷 有生命危險的 到現在開了這麼久 真真正正的長龍 加歡樂谷 其實是國內呢 所謂的 品牌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你不要理 人家五百元連票 上海 你任你來 哦 那就值得 五百元 讓你來 讓你搶完一陣子 後生 六年多 一家大小的迪士尼 但我是年輕人的 不會到 你多了人去 這些生意還不用排 一百七十元入場費 你現在五塊錢啊 大哥 你五塊錢一次 我去一年 說真的 超過十八歲都不會去迪士尼 是不是開玩笑 那些小孩子 全部都是米奇老鼠 這些小孩子 你正常一個男人 成年十八歲 我都不去迪士尼 還有一件事很簡單的 迪士尼 我們香港人 還有一個幻想 因為我小時候 真的看米老鼠 有看卡通 有看卡通 但沒有 你對看灰姑娘 白雪公主 不如叫迪士尼收購藍貓 就算了 還有這個太郎 喜揚揚灰太郎 現在喜揚不流行的了 紅出沒 紅出沒 紅出沒那隻大紅 其實找了趙半山做個獵人 現在全部最紅的就是卡通 趙半山不是相規嗎 沒有 所以我說 根本上這個樂園 你翻版外國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到時都會變成你中國版 他們就不會再喜歡 不如這樣說 其實 你剛才說排隊進去安檢 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我稍後再說一下 有一次七八點去到上海浦東機場 我排隊出去 排了安檢出去 一個小時 離開 如果大家網友搭過飛機來 拿完行李走了 那裡排了一個小時 我排了一個小時 少吧 這些效率 告訴你 我絕對相信 迪士尼會繼續 我沒辦法 我飛機要怎樣都要搭 我就是那句 如果外國賺到錢 或者香港賺夠錢 就不做大陸生意 唯有可以這樣做 你現在安檢 甚至所有大城市 一到大節日 所有地鐵站 不管什麼地鐵站 本身都有X光機 你一定要脫下袋 放下X光 大陸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草木皆兵 不過有個題外話一點 那天你講到安檢 我那天在前日 那星期四過深圳 我走福田口岸 所有拿著行李的 一定有個安檢 另外一邊 排隊也要 排身安檢 不是安檢 打手之謀 打手之謀 那裡都要分開 結果那裡起控 我們那些 就不是拿著 我拿著背包而已 很快 過得 有中國人的地方 其實真的有排隊 還有那些排隊 我們所說的 是貼著你的 貼著你 他們最大問題 不是排隊 表面上排隊 但是一個人插了 然後成對輪 好像以前 旁邊多一條蛇 然後又小 吵你又不夠他吵 結果自己越排越長 現在你有關係 同等 就好像迪士尼未開之前 他不是有事業嗎 事業嘛 那些員工拿了些票 已經網上全部賣光了 然後你來到 然後我講 有兩件事給你聽 很多主題公園 我去過很多 我們赤壁 赤壁 古戰場 明白嗎 因為三國已經做完了 成都 直接在赤壁 在湖北 湖北赤壁 赤壁 赤壁鎮 裡面搞了一個赤壁古戰場 因為熱潮已過 他們投資了很多億 就說這個基本建設 但是因為其他配套不行 就沒有人去 我搭的士去看一下 的士一落到那裡 他跟你說 不要買門票 門票很貴 兩塊幾歲 你給我一塊錢 我一會兒 我通知你 然後你就拿一張發票 你覺得關 你進去 你進去 我說好 一百元就省你夠幾 然後 的士司機 走到小店裡 說完之後 他拿了一張 扔了印 其實那張印是假的 因為大陸 永遠都是紅印 紅印 紅印 他的印不是紅色 是藍色的 不知道怎樣 戒句給我 是一張普通的 好像燕菇丹 去到 明明就要 扔過機 不用了 旁邊的門 看到這張東西 他就開了一個小門進去 他就自己有 他就收了錢 我問你 到最後 你的真正收入 在哪裏 我都不敢說 我也很相信 迪士尼將來 走這一套 500元太貴了 我們外面有些二手 有些黑市 300元而已 你300元 250元而已 所以那些鬼佬 我覺得他們隨便有聰 這次讓你拿大股 讓你自己管它 我就算了 我這個就耳出之物 我所有的事情 都做了 其實我覺得鬼佬 都不知道這麽多事情 他們知道他們會後悔 他們在市場調查 他們到時賣賣 他們到時賣了股份給你 其實很多 雖然中國開放了這麽多久 你看一下難購 你看一下iPhone 現在在上個天 國務牌 被人家這樣吃法 說你抄他 之前三星就抄華為 是吧 報道府輸了 現在這單又輸了 大封 我問尾 你們其實做這麽多市場調查 是沒有用的 我們中國人官官相偉 你告他 你桌底給錢我 你外國企業不流行這一套 即使流行這一套 你找人來給我 我都不敢收你 你怕你打我 變成了你怎會贏 你們那些人做生意 為什麽以前的人死都要經過香港 然後輻射回大陸 因為香港人是架架的 香港人 我們做擋箭牌 香港人有些 世界小一點 知道上個規矩 然後教識你 現在你們想方便 大家打開門口做生意 你入了世貿 我就來 不停出現 我告訴你 他在大陸再崩潰一些 這幾個東西再炒作得緊 香港反而有得做 讓你講一講 對 我們雙機無限 我將來如果有機會 可以在外國那裏 即是駐紮 就多報一些展覽會 做什麽呢 擺什麽呢 我只要開一個櫃檔 我不管什麽行業 我幫你要中國通 你自己上去 我會寫給你 你也知道 將那些死狀 例如說iPhone iPhone被人告侵權 告到侵權 我翻譯做英文 或者當地語文 你想不想被人告 你要找盲工竹 我只收一些顧問費都手軟 因為我們香港已經是最早 乃野過批 你知二千 田北辰這些 你以為甚麼 鴻嬲嬲嬲 鴻嬲嬲 鴻嬲嬲 鴻嬲就告人家 鴻嬲嬲不同 最後他收購人家 兩隻鴻嬲不同 兩個方向不同 他現在鱗嬲嬲 他做了那個代理 但我現在在大陸建議 有一個鱗嬲 有隻鱗嬲跟鱗嬲嬲交配 是嗎 是呀,禽獄的就是鵝鵝鵝鵝 這樣很正常,學員工禽獄的 就是講毛牌,剛才第一罵,今天想講一下毛牌 講一下毛牌,或者講這些,講阿里巴巴 他都講明了,人家那個生意已經講了 我是阿里巴巴,四十大島,我專門偷你的東西 我是賊,所以馬雲講什麼 所以馬化騰和馬雲,馬化騰人格就好很多 他真的嚴快,想買收購有實力的 就不是亂夠這麼少錢 所以馬化騰這十年八年,那個股價升到好像火箭一樣 升到已經脫了折,根本就不值這麼多錢 但他現在還可以繼續升 其中,馬雲的腦袋是否有些問題 他沒有問題,他很坦白 他說明不算整,他的名字就不給你聽 我已經說了,我叫阿里巴巴 之前他就說,是不是你的產品賣得貴呢 喂,大哥,你好像調轉了一些東西來講 他講了給你聽,我市值是不值這麼多錢 所以跌是對的,大哥 這就是他強度邏輯 我們這一節時間又不夠了,我們要下一節回來講